你有三十一厅吗 没有 那你有宝马车吗 也没有 我有事 我先走了 我觉得法拉利比宝马车更好开 我开着法拉利 我不愿意住三十一厅 我嫌太小了 我住着别墅呢 你早说嘛 不过后来啊 为了投资创业 我把法拉利还有别墅 全部变成现金投资了 我现在一分钱 我有很多事情 我先走了 不过后来就得到了 马云的那个投资基金啊 我的公司就上市了 是吗 不过你也知道 现在IT行业不景气 股票都跌破发行价了 公司就面临破产 不过后来微软 就把我的公司给收购了 打算给我三个亿资产 让我再创业 哎呀 你真的很坏呀 老是这么逗人家 小妹 又跑出来了 我干什么 我去吃药 我是蒋介石的正宿 我有一点 等你个肥用 什么鬼 哈哈哈哈 本当你一个人 这东西 就像我来 您的 我都查过